根据微博揭露河北省副省长杨瑞20万字的博士论文抄袭18万的文章 让很多人质疑中国领导人的博士论文的品质和博士学位的真假 据了解在新幻届的19个省份近250位省委常委中公开的简历中明确为博士头衔的有60人 其中只有11人是在从政前完成博士学习经历 其余都是边做官边读博士班 然而这些博士学位中能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呢 下面请和本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德国之声报道 新浪微博十名认证用户中国经营报燕耀宾发出微博 指控河北省副省长杨瑞20万字博士论文抄袭18万字 作者详细对比杨瑞的论文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研究 其中抄袭比例高达80%以上 原创部分不足20% 根据大陆财新网的文章说 在新欢界的19个省份近250位省委常委中 简历公开明确有博士头衔者60人 占24.19% 其中只有11人是在从政前完成博士学习经历 其余都是边做官边读博士班 那么在这么多的博士当中 又有多少抄袭者和伪博士呢 大陆文化评论家叶匡正表示 在中国学院和官场一样腐败 有很多大学机构是从收益这个角度考量 学历造假俨然成为一种常态 有些官员甚至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 却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因为现在国内越来越进入一个学历主义 学历社会的时代了 就讲你无论分官也好 还是这种都跟学历是紧一挂钩的 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官员了 比方可能过去是一个专科 或者是过去是个本科 现在变成了博士硕士 过去没有学历 但是现在可能变成了本科或者硕士 就这样的情况 应该在中国官场普遍存在 在西方国家也曾发生学历造假事件 例如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因 1992年的博士论文被认定抄袭宣布辞职 还有德国国防部长古腾贝格 也因为论文抄袭而被迫下台 然而学历造假在中国 却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叶匡正表示 从他收到的手机简讯就可以清楚知道 有网友发表文章 标题是 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的六大罪状 第一罪 暴露了官场文凭腐败 泛滥成灾现象本质 第二罪 全学交易盛行官场 造就中国高学历低能力官员 第三罪 官场多博士是最大的学术腐败 第四罪 学术屈从权利 高校沦为行政权利的后花园 第五罪 逼梁为娼 用人为文凭论 成官博士最大的幕后黑手 第六罪 学术不章 大学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弊端